香港島北臨維多利亞港的一帶 是世界上建築物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在這麼狹窄的地方 竟然能夠樹立這麼多不同形式的建築 都算是奇蹟了 不過這個奇蹟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經過百多年才製造出來的 這次我們會就早期建築物的特色 去反映香港島發展的部分情況 香港島中區一帶 並沒有一大片肥屋的土地 也沒有一個港灣適合船隻長期逗留 本來就是不適宜聚居 這幅圖是根據1845年 一位英國人所畫的地圖簡化而成的 我們看到當時港島北面 只是黃泥聰有農村 沙基灣有漁村 其他地方人煙就很稀少 所以在開埠的初期 外來客來到這個小島工作 或者定居的時候 就需要建築一些臨時的居所 184年1月15日出版的報紙《廣州新聞》 刊登了當時香港公佈的一些片段 是關於當時香港的建築物的 原來當時的建築物 有部分是用葵來做材料的 首先將葵織成石 再加一些竹架成為石棚 石棚的結構 類似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 那些演神功戲的戲棚 石棚除了可以鑄人之外 還可以用來傳放貨物 當時很多公眾的地方 好像碼頭一樣 就有石棚 但是這種臨時的建築物 根基就很不穩固的 每當有颱風侵襲的時候 它就熬不住了 那代之而起的就是用磚 和花崗石砌成的屋羽 第一批用磚砌成的屋 就是貨倉 這些貨倉通常是雙住兩用的 有三層 底下那層就用來傳放貨物 第二層就是辦公室 最頂那層就是居室 從此香港就真真正正有所謂樓房了 因為這些貨倉是西方的商人建造 所以它的建築技術 亦都是直接由西方輸入 而成為香港的第一批西式建築 香港第一批西式建築物 就是雙住兩用的貨倉 剛才已經說過了 至於第二批比較有規模的西式建築物 就應該是軍事建築物 在開埠的初期 香港除了是英國和中國通商的橋樑之外 還是軍事要衝 是有兵團手的 長時期團兵 當然是需要有足夠的軍事建築物 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兵房 香港早期的軍事建築物相當多 直到今天還有一部分是未拆射的 好像美利樓 以前就是軍官宿舍來的 而奇桿屋 以前就是駐港三軍司令的官邸 美利樓在1846年完成 屬於坐字式建築 所謂坐字式 是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 兩位英皇坐字統治期間所流行的建築 坐字式建築的特點主要是簡單、純樸 沒有特別的雕剪和裝飾 美利樓底層的外牆 用麻石砌成 也是非常工整的 前三軍司令官邸 旗桿屋 也充分表現出坐字式建築的特點 他除了簡單、沒有花巧裝飾之外 整座建築物體在上來 非常工整、對稱 白色的外牆更加顯得樸素 柱就是最簡單的希臘原柱 在開埠初期 中區一帶是外國人聚居活動的地方 建築方面當然也是承受西方的設計 不單止商用和軍事建築物是這樣 民居住宅都是一樣 看回一些早期中區的圖片 我們都很難找到中式的建築物 這些大型的西式建築物 外形方面都差不多 而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就是 這些建築物的外圍 很多都有長廊 這項設計和本地的氣候 是有很大關係 講到長廊的設計和氣候的關係 我們就要提一下所謂殖民時代建築 在十八世紀的末期和十九世紀 西方的國家紛紛在南亞和東南亞 拓展殖民地 他們在這些殖民地的建築 是具有很濃厚的時代氣息 我們叫這種建築的形式 做殖民時代建築 南亞和東南亞 是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 這個地區的天非常之嚴嚴 所以在這些地區的建築 就是針對這種氣候而設計的 大家可以看到長廊的頂部 是可以遮住部分的陽光 讓牆壁不用被陽光照這麼久 這樣就可以減低室內的溫度 而屋裏面的人 又可以出來洗澡 又可以出來看風景 所以長廊的好處是相當多的 殖民時代建築的另一個特色 就是窗的設計 窗開得很高 窗口很闊大 外面有百葉窗 高和闊的窗 可以增加空氣的流通量 百葉窗就是用來阻擋陽光 它的空隙就是被空氣流通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裡的樓底是相當高的 讓熱的空氣可以上升 而較冷的空氣 就可以停留在下面 這樣室內就會涼快很多 這種有長廊有百葉窗 而樓底也相當高的建築 在香港進入冷氣時代之前 是相當受歡迎 在當時很多公共屋宇 和私人住宅都採用這種設計 就算現在在堅道 在半銜道 在羅面神道 也都有不少這類型的建築 因為這幾條街道 就是當時配合這個香港發展 半山區的時候所興建 香港島中區很少平地 所以當商業貿易日益擴展 人口越來越多的時候 道路和屋宇建築 就漸漸向外圍推進 由早期賣地紀錄 和一些地圖所顯示 中區的擠逼情況 和對土地的急設需求 在開埠的初期就已經出現了 第一任香港總督 撥顛詐著士 就曾經對軍方 徵用中區附近的土地 興建兵房有個微詞 他認為 在當時的中區興建兵房 是會阻礙香港的商業貿易發展 和日後的繁榮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當年土地的需求是多麼緊要 而當時美利兵房所佔的土地 又的確相當大的 包括了花園道口東西兩邊 現在的希爾頓酒店 也都在當日兵房範圍之內 社會的需求 令到商業和聚居的地帶 不斷向外伸延 希望可以增加土地 而增加土地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填海 填海工程 在香港開放不久就開始了 不過最初期的填海工程 就和政府無關 而是一些擁有沿岸地權的商人去做 他們填海是希望把私人的碼頭 擴闊和延長 根據一些紀錄 在1855年 由私人填海所得的土地 接近3萬平方米 在1859年至1874年之間 政府曾經提過幾項填海工程 但是都遭受強烈的反對 因為政府宣布 凡是填海所得的土地 都是官地 而沿岸的商人恐怕 那些官地賣出之後 就有人會在他們的貨倉前面 建一些新的建築物 或者新的碼頭 這樣就和他們的利益有很大的衝突 直到1874年 一次颱風損毀了提案之後 政府才以重修提案為理由 進行填海工程 1889年至1904年 填海的工程 主要是在中區一帶進行 1921年以後 就逐漸填到灣仔 銅鑼灣 而建築物 也都隨著這些工程 在沿岸一帶樹立 中外人士聚居的地點 的新延和分布 也都有分別 外籍人士的居所 首先是搬上半山 接著就發展到山頂 而華人 就首先在西部聚居 接著就向東新延 由道路的建築時代 我們大約是可以看到 建築物的散佈情況 是在西部聚居上 半山區的堅島和 潘咸道 在1851年開始使用 十年後 羅邊神道就出現 而山頂道 也都在興建之中 早期山頂的建築物 多數是被一些商人 或者是重要人物 用來避暑的 後來就漸漸發展成為 有錢人聚居的地方 在1860年左右 建築物迅速向西蔓延 正階 第一階 第二階 東邊階 西邊階 等等 就陸續出現 東面的發展 就比較緩慢 堅尼地道 和保雲道 要到了1889年 才完成 剛才提及的幾條街道 還有不少非常舊 甚至是破落的民居 這些舊屋的設計 雖然是大同小異 但是 也可以說是各有特色 可以反映出 十九世紀 香港建築物的風格 事實上 香港早期的建築物 是夾雜了很多種形式的 普通人 見到這些建築物 也都未必會知道 哪種結構是屬於哪種形式 而我們 也只能夠舉幾個很簡單的例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些槍的槍頭 和外形的設計 是維多利亞式 一排過的拱形槍 就有羅馬式建築的色彩 看看這個柱頭的雕花 就知道柱的設計 是屬於希臘科林斯式 各種形式夾集在一起 和英國當時的建築潮流 有很大的關係 英國在1837年開始 由維多利亞女王統治 直至到1901年 當時十九世紀的建築藝術 亦都興起了一陣新的風氣 十九世紀中葉 我們會看到 是流行著一種 叫做新古典建築的形式 或者當時的人流行 叫做浪漫古典的形式 其實就是把古羅馬 或者古希臘 甚至戈德式 這些造型形式式的東西 夾集在建築的形態裏面 這些新形態 在維多利亞女王時候 特別是表現得一覽無遺 我們姑且在建築歷史上 就叫做維多利亞女王時候的建築物 去到維多利亞女王盛傳的時期 就差不多是近十九世紀 第一八七幾年的時候 那些建築的形式 就已經去到一種很凋酌 很花巧的地步了 中環的舊有油證局 就是可以說得 在香港開浮以來有歷史 其中一座最盛傳維多利亞女王時候的典型建築物 再看看我們現在的上環街市 也是一個維多利亞女王時候的建築物 它的外形是採取了一個十四世紀流行 十五世紀流行的民藝火星式 有三個員工的槍 但是最好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裏面 用了一些鐵來做一些屋頂的支撐 上面的屋頂有一個地方是用玻璃來遮蓋的 當時是在英國1850年之後 很流行在一些公眾的地方 例如火車站 或者在一些公眾的建築物的長廊 都會看到用同樣的類型的建築材料出現 因為工業的革命 到了1850年 煉鋼鐵已經到了一個比較成功的階段 這種新材料出現 令到全世界都有一種新的建築的趨向 在上環街市附近 還有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物 都很值得我們一提 它就是現在的海事處總部 這座建築物的西北角有一個塔 這個特點和已經拆卸的中區郵政局很相似 外牆的砌法別具一格 槍的形式也有好幾種 可以看到槍框和槍頭的設計是非常雕像的 廣島現存的早期公共建築物 除了上環街市和海事處總部之外 還有好幾座是相當值得我們欣賞的 聖約翰大教堂是現存最早期的西方宗教建築物 1849年落成是新歌德式建築 特點是有壽長的塔 門和窗都很高 而它們的頂部都是尖的 拱形的天花板和拱形的支撐 是歌德式建築的特色 當然也是新歌德式建築的特色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 搬行道合一堂裡的設計 這個教堂也是屬於歌德式建築 歌德式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在外場有一種特別支撐的結構 這種結構我們叫做非腐壁 就是我們看十二世紀和早一點的時候 歐洲經過一個長時期 所謂叫黑暗時期 當羅馬政府搬到東邊的時候 西方受了一個很沉痛在精神上的打擊 於是人民和那些教廳的教士 說要提高當時人民的生活和理想 就很想有一個想念 就是要和神的創造者打成一個關係 所以在早期歌德的建築物 你會看到窗是特別高 那些頂是特別尖 儘量藉著這個教堂 歌德式的建築形式 儘量能夠和人和神打成一片的關係 人的討告能夠達到創造者 這就是歌德式的很長很瘦 很尿長的窗 在這些教堂裡發生了一個 宗教上的作用 除了聖約翰大教堂和合一堂之外 香港島早期還有好幾座 很有特色的宗教建築 猶太教堂就是其中之一 這座教堂是1901年奠基 有人認為它是荷蘭殖民時代式的建築 也有人認為它是仿照東羅馬帝國時代 在伊斯坦堡的建築而設計 和麗大學的建築 在長大學的建築 最初也是一座教堂安 Pres� 有三座教堂安 這座教堂安 一座教堂中 兩座教堂安 Portugal 一座教堂安 唐先生 這座教堂安 由納尊 剛才我們看過的建築全部是西式建築 並沒有夾雜一些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式 但是由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 中西混合的設計就陸續出現了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有一班從外國回來留學 現在是中國的籍師 他們從中國和下來香港 設計了一種新的建築形式 夾雜了西方的力學的計算 但是用中國本身的超花 或者一種建築的元素配合在一起 這種新的建築形式是一九二幾年和三幾年 在中國、上海、南京和香港特別流行的 我們叫這種新的建築形式 叫做中國文藝復興式 就要建築形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